经营一年一度加州全保开放投保期 华人保护如何精打细算 确保每个月都能支付相对便宜的保费 而且让看医生拿药不必花大钱 东森新闻特别联手 南加州知名保险经纪公司华星保险 有东人新闻记者叶洪志专访 健康保险顾问Chris Wan 谢谢主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星保险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单元 那么很快的加州全保已经开始了开放投保期 那么据说续保的话 明年只要花一块钱 真的有这一回事吗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 请到了华星保险的医疗保险专员Chris Wan 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请问Chris Wan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的 在2018年的 加州投保开放期又要开始了 虽然联邦他们决定说 把奥巴马健保的投保开放期 缩短为45天 但是在加州的州长还是决定在咱们加州这一边 还是维持三个月的时间不变 也就是说从11月1号开始到2018年的1月31号结束 那么如果说您希望您的保险可以在1月1号就生效的话 那最好是要在2017年的12月15号之前就递交申请 对于保费的涨幅这一边呢 川普总统前段时间签署了停止联邦给各个保险公司 以及各个州发放这个资金的补助支持 那也就导致说对于保险公司那一边来讲 他们的保费在2018年会涨幅非常的大 但是呢在咱们加州这一边 州内还是决定说继续给我们Cover California 也就是加州全保的使用者继续的去发放这个补助 那么这样子的话 现在正在使用加州全保的保民 他们呢还可以在2018年的保费 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还有可能下降哦 是的Chris 那么其实呢我听到更多民众的说法呢 是说呢其实今年的保费真的涨了蛮多的哦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保费上涨的话 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把自己的福利顾好呢 那么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因为这个联邦决定说 不再给保险公司去发放这个资金补助支持了 所以说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他们的风险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这个自从2014年之后 奥巴马健保开始实行以来 现在所有的保护想要投保 都不需要再做体检了 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其实他们是真的是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那么由于也没有了这个政府的资金支持了 所以他们的保费会增加非常的多 那么对于我们大众来讲 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说您现在没有怎么在看医生的话 那也可以考虑说 可以把您的保险计划降级 比如说从薄金计划降到金计划 从银计划降到铜计划 那么这样子的话 保费也可以有一个降低 如果说您现在正在使用的是PPO的计划 也可以考虑换到HMO的计划 那么当然HMO计划比PPO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您如果想看一个专科医生 就必须先通过家庭医生的转诊 当然这个花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 所以它HMO的计划也会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如果说您现在在2018年选择了HMO的计划 那其实它比您在2017年使用PPO计划的保费是差不多的 那您也可以考虑一下 是 库里斯 那么其实我们整理了最近的话题 我们发现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蓝顿蓝十字保险公司 他们已经有关掉个人健保计划 那么面对这样子一个巨大的影响的话 其实许多保护它应该要怎么办 那么可以有哪些选择呢 Anson Blue Cross 蓝十字这一家大的保险公司 它在这个健康保险里面 一直是一个老大哥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公司 那他们决定说在2018年要退出个人健康保险市场了 因为这个联邦的不确定性 以及市场的不稳定性 那他们就决定要退出了 那么他们退出之后 他们不仅仅是不再售卖新的健康保险保单了 同样现在正在使用他们家保险公司的 这个健康保险的保护的计划 也会被终止在2017年的这个年底 所以说呢 他们就必须要购买新的保险了 那么如果说您希望您的保险 可以在1月1号就生效的话 就一定要在12月15号之前购买 那么如果说您现在有正在看医生 或者正在用药的话 请在更换保险公司之前 一定要确保说自己的这个医生 他都有接受哪些保险公司 那避免说你在更换了保险之后 却无法再继续看你的这个医生 是Chris 那么另外呢从保费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我们也发现 今年涨最多的就是Molina计划 那么针对这个计划的保护 其实它有哪些选择或哪些替代方案 那么您的建议又是什么呢 是的 那在Molina这家保险公司呢 由于他们2017年的保费 是一个最便宜的 一个比较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保费 所以说在2017年 有很多的保护都去购买了 他们家的保险 那么他们在2017年 也盈利了大概7000万左右 那但是正根据这个政府的规定 他们必须要把7000万的这个盈利呢 去返还到加州的保险池 所以这就导致了在2018年 他们家的保费涨幅非常的多 有大概50%左右 所以说现在正在使用Molina保险的保护呢 他们可能在2018年 就要考虑转换到其他的保险公司了 像Blue Show或者Health Night 其实他们呢 也都有这个嘉连太平医疗网 和Health Care Partner这个医疗网 那这两个都是很多华人在用的医疗网 如果您现在有正在看医生 或者有正在用药的话 其实呢也不用担心 只要先向您的医生那边去确认清楚说 他们都接收哪些保险公司 然后这两个医疗网是不是可以继续的去使用 那就没有问题了 好的Chris 那么呢针对许多年长者呢 他们就想问了 就是他们的保费 在这样一个上涨期间的话 他们在用药选择或福利选择计划上呢 还要注意哪些呢 才能够真正的维护到自己的权益 那么您的建议又是什么 这个Medicare其应健保 它的投保开放期呢 是已经开始了在10月15号 那它会在12月7号就要结束了 所有做的转换 都会在1月1号就生效 如果说现在其实已经有 自己的这个supplement啊 或者是part D的计划 都用得很好 但是呢您也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保险公司 他们在每一年 可能都会有这个benefit 这个保险福利的一些更改 还有这个医生的医疗网 跟用药的这个cover 他们都有可能更改 所以说您最好还是 也找您的保险经济 去问问清楚说 您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计划 在2018年是不是会影响到您 另外如果说您现在想要 比如说从HMO转换到PPO的计划 也一定要在这段期间内去完成了 那保险公司呢 他们也需要时间去调您的这个病例记录 来查看 可能如果有某一些疾病的话 他也许就会保险公司也会被拒保的 他也会将近拒保的 好的谢谢Chris 观众朋友Chris呢 今天特别呢 在加州全保部分呢 针对整个保险计划 还有保险公司以及保费部分 都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么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呢 其实一定要赶快在截止日前呢 把自己明年度的保险计划呢 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以及详细的整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华兴保险我该怎么办 系列报的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